大家好 因為其實今天也是影片一個過意的 所以是一個情賀吧 其實你自己會覺得 哎 票房其實挺好的 是不是覺得也挺開心 算是對自己演出有一種認同呢 嗯 可以這麼說吧 嗯 那其實 因為你剛才有提到說 其實拍這個戲的時候 是一個創作上的第一故事吧 沒有 我的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聽錯了 我剛說是就是說 拍那個拍另外一部電影的時候 是比較糾結的 因為那時候正好創作上出現了一些問題 嗯 現在拍《倩女》的時候 已經完全就是過了那個階段 調整好了 所以很開心 嗯 那其實 當時是怎麼調整 因為你也說過 其實之前是休息過一段時間 然後到了 導演當你演這個戲的時候 你很希望說 這個角色能給自己帶來一種 就有感覺的這個角色 那你覺得算是這個角色幫你度過了這個避孤嗎 就是自己幫自己吧 但這確實是一個幫自己實現的一個機會 這個戲 嗯 我覺得它有在哪個方面對你的演技上有幫助嗎 嗯 就其實很多事情 真的是你看事情的角度 嗯 原來兩年前看這劇本的時候 可能還沒太多感覺 但兩年中間思考了一些問題 再看的話 你就知道我能夠把它變成什麼樣 就能把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創作 嗯 你覺得是那個裡面的感情線會是最要觸動的嗎 嗯 對 感情線是蠻 嗯 蠻豐富的 嗯 會不會是覺得是你女孩子心目中比較 渴望的一種 愛情 她 她的世界其實還不是一般的那個女孩子 因為她確實不是人間的這個人 所以就是她的愛情的那個道路會有很多阻礙 嗯 就這個矛盾其實還是挺好看的 嗯 你自己會被 就可能演的角色有多嗎 你自己每一次還是會被裡面的愛情打動嗎 嗯 那不會打動的話就不是一個好的演員 嗯 要說服自己 嗯 那你自己抽出來會覺得是很容易了 還是其實還是要一段時間嗎 嗯 現在好多了 嗯 然後其實我看到其實看過的人吧 大家覺得其實演的都挺好的 但是演挺多生命是有時候覺得不夠妖艷嗎 嗯 那你會介意這樣的說法嗎 不介意嗎 下次再妖點嗎 你上次也說說其實自己可以更妖 但是導演是 聽選擇 就拍的時候一個選擇 嗯 嗯 其實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就沒有往那個方向走 嗯 但是你會不會擔心是例如剛才就是 服裝設計她也說是希望保留你神仙姐姐這種風格嗎 那你會不會擔心譬如是導演啊 他們這種幕後的其實都希望保留你以前的風格 那這種會是你想要的嗎 這不是我想要的 嗯 但是我覺得服裝和髮型束縛不了我 嗯 她也沒想束縛我 她就是她的那個造型的創作是一個完全要靠戲來去塑造人物的一個 反譜歸真的一個真實的東西 她沒有任何華麗的東西 沒有任何從造型上給你說是就把你變成那個人 但是如果你在這個基礎上你能不能演的把劇情感各方面的都進去的話 嗯 就很有意思因為那個東西很真實 嗯 嗯 那你自己會有沒有跟導演其實當時是有沒有跟導演提議過說你可以不要 但是她服 沒有 你就覺得是尊重導演的意思 嗯 就當時每天都沒有給自己太多的 嗯 束縛 就很自由 嗯 那你說到了最後覺得不發揮不行了 嗯 那另一個是 對就覺得每天都 嗯 就知道入戲的那個點在哪 嗯 但是有時候拍的時候也沒選擇入那麼深 嗯 就可能心裡還會有一點點害怕 就是因為進去太深的話確實還蠻難過的 嗯 那之後覺得不進去不行了那就進戲吧 嗯 是哪一段呢 就最後那一段吧 就大家覺得還蠻難過的那一段 嗯 還有最近其實很多片子都在邀請伊菲嘛 其實馬上再拍還好拍都是兩個大片 那其實你會不會覺得是一種在電影上面一個想有更多的發展這樣的一個計畫呢 一直都是這樣的吧 嗯 嗯 嗯 就這兩部片子接的確實是時間還比較比較趕 因為基本上是拍完一部馬上拍另外一部吧 嗯 嗯 嗯 會不會 那你希望接下來會不會也是帶一些不同的突破或者是形象讓大家看到 會 但是 嗯 嗯 嗯 我不是一個就是那種為為了讓觀眾驚喜而去改變自己的演員 嗯 嗯 就是比較希望能夠自己有感覺吧 嗯 嗯 嗯 那你會覺得 就其實很多人 你剛才有說 裡面的兩個男主角都很好嗎 然後希望兩個都選 那是即使你自己的心願還是 開玩笑 開玩笑是吧 好